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土豆特别好吃的做法 学会以后 拿来招待客人比大鱼大肉还受欢迎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曲奇的土豆 先切成厚片 切成条 再切成丁 放入清水中 洗去淀粉 准备一个青椒去籽 先切成条 再切成丁 放入碗中 适量的小葱切成葱花 放入碗中 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片 切成条 再切成姜末 放入碗中 准备适量的大蒜 切成末 放入碗中 准备一块钱的五花肉 先切成片 切成条 再切成丁 放入盘中 起锅烧水 锅中水烧开 下入土豆焯一下水 焯水时间不宜过长 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了捞出 另起锅烧油 倒入切好的肉末 炒香炒出油 倒入葱花姜末炒香 再倒入土豆翻炒 加入适量的生抽 加入适量的生抽 少许的老抽 一勺蚝油 一勺盐 一勺鸡精 大火翻炒均匀 把调料炒化开 放入青椒和蒜末 大火翻炒一分钟 好了出锅 一道好吃的炒土豆丁就做好了 过年过节用来招待客人 非常的有面子 特别的好吃下饭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